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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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会有阿伯看到女医师不自觉 身体反应吗 会有吗 年轻人比较会 不过其实他的命根子在我手上 他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他会很紧张就对了 他紧张大于任何其他的情绪 所以紧张就不会勃起了 没有办法 好 今天是开心Friday 星期五的晚上呢 思维爱健康特别不一样 因为我们跟男性学医学会合作 邀请到的都是各大医学中心的 泌尿科医师们要来告诉你 人生的幸福密码到底是什么 怎么样让老婆开心 老公满意呢 就要看这期节目了 请大家先动动手指头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哦 马上要来欢迎的是 我们今天的医师 长庚医院泌尿科的杨沛山医师 医师你好 你好 思维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杨沛山 泌尿科医师都是这么火辣的吗 哈哈哈哈 哎 台湾有几位女泌尿科医师啊 现在二十几位而已 二十几位 好 哎 所以真的是 硕 国 景 存 哎 不行啦 硕 国 景 存 好像不是讲通的 不好意思 好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医师要来回答大家 各式各样有关于网路上面的传闻 我们今天在 师威爱健康的节目当中 一一的来破解 医师第一题准备咯 好 怎么样 全部中天电视台的同事们 私底下票选最想要知道的一件事 哎 应该是我们男生的员工比较多啦 哦 OK 所以他们想知道 成人影片当中 A片当中 常常让女生开心满意到 潮催出来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哎 不知道女生压力很大 潮催这件事情有那么容易吗 医师 其实潮催这件事情 它在医疗上面的话 正确的名词其实叫做尿失禁 它其实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 那个液体它其实是从尿道出来的 它并不是从阴道给喷出来的 那怎么能够喷得又高又远又有射污线 那如果喝很多水 然后憋很久的尿的话 当它要被说要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有泡污线 这么精准 对啊 他们是专业的嘛 OK 所以如果你要制造潮催这件事情的真相 就是多喝水 是 憋尿 是 还有 还有就是准备好随时要发射的时候就发射 但是 但是这一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女生追求的目标 也不是任何情侣需要去追求的目标啊 它就是在动作片里面需要有的戏剧张力 视觉效果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要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子要求你的老婆或者是女朋友 很辛苦耶 是的 所以曹春的真相其实是这样子 那另外呢要来请教一下医生了 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呢 大家都会希望可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结果居然有人说啊 男生的精疫当中 富含维他命C跟矿物质 是天然最佳的补充疫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 是这样子 因为精疫里面它是要维持我们的小精子呢 有健康 有活动力 所以它的确里面是有很多的营养 那人体制造的嘛 对不对 人体自行制造的 没错 但是我们要为了 为了要增加抵抗力的话 也不用重重摄取吧 所以不需要特别去摄取 但是它真的是有 它是有的 OK 那如果是说在一些成人影片当中 常常看到的一些颜面射精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视觉效果 是 还有什么 口交的时候 需要那些精疫 如果不小心真的吞下去的话 医生这是OK的吗 如果是在一个你信任的伴侣里面的话 也是可以的 不小心如果吞了一些下去是OK 但是如果是 一夜情的伴侣 可能就要跟女孩们想说要保护好自己了 要不然这样子 有些疾病也是这样子来的哦 所以有可能一些疾病会随着吞咽精疫 然后就产生了 对 在体液的交换里面就会有了 我这不是空虚来风 因为你知道吗 在最近除了新冠肺炎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国际间的注意 也就是喉豆的盛行 意大利有医学专家研究 喉豆呢 自然在年轻男性之间很盛传 而且有可能就是靠着精疫来传染 精疫会传染喉豆 精疫也是体液的一部分 对那所以这些病毒 它就会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体液里面 然后再经由人跟人的连结来交换体液的时候 爱的连结 对对对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刘敦华的歌 爱的连线 爱的连线 就是这样子而得到不一样的传染的疾病 对所以其实在吞精疫的时候呢 女生朋友还有或者是你是跨越性别的男性朋友 也都要特别的留意 吞精疫有可能会带来以下哪一些的疾病 有可能会有一些 一样体液 精油体液传染的一些感染病 B肝 C肝 C肝 还有呢 艾滋病 是 还有吗 最有名的就是这三样 这三样 好 所以呢请大家 面对陌生的一夜情对象呢 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还是要做好安全的防护 但各位 你也不让你老公在外面做了些什么这样的事情啊 也是 不要啦 我开玩笑开玩笑的 好那要请医生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这个 登登 各位 有人说呢 男生一辈子的精益量喔 其实是有限的 而且呢 不要随便乱发射 因为使用的太频繁 太常常轻腔的话 小心 你的精益就可能会用完喔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网路遥远 没有经济人王这件事情 没有经济人王 其实没有经济人王这件事情的 那其实男生的精益呢 他们人 他们男生一生都一直在生产精益的 那不像女生说我们有一定的数 卵子的数量 所以男生他们其实一辈子都一直在 就看他的营养成分如何 然后就看他的活动力怎么样啊 然后并没有说他有一辈子就这样子 他这样子用完他就再也设不出来 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我这个尺寸太小了 应该是买两公升的那一套 对 不过还是不是这么说的 对 好 所以其实呢 男生的精子并没有说是有一定的数量的 没有 是无限制在制的工厂 对 可以一直的来生产 是 哦 了解 那医生要请教一下了 到底男生应不应该要常常倾腔呢 也是不是就是如果我们有固定的性伴侣的话 我还是要靠有自卫等等的方式 把精益清出来是对的吗 这样子讲的话真的是对的 因为如果记忆卡在身体里面卡太久的话 那有可能就会比较有慢性的受限发炎的机会发生 对 那也许是我也会想要问说 那多久倾腔一次算正常 对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男生的观众很想要知道的 那其实是要以不一样年纪的族群来分别 那研究有说 也许是在20 30岁的时候 每个月有做过 讨论说这样子的话 三到四次是平均 OK 20岁到30岁的年轻男生大约是 一个月三四次 一个月三四次 一周一次 这样还好啦 不会太累 这样子还好 对然后又以不一样的年纪群 然后又再这样子区分 那当然这个次数是递减的 那很有趣的也有发现说 其实在30年前做的研究 跟现在做的研究 有发现现在的人次数越来越少了 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次数越来越少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男生现在不用那么长轻 这样也没关系 是可能压力太大了 那可能就要提醒大家说 你们要记得如果太久没有轻腔的话 也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这样子也可以保证你的社会性的健康 OK好 所以呢一个月大概四到五次左右 可以 那其实每一对伴侣的话 或者是每一个个人 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正常的时间 那他们只要自己开心 没有影响到他人 没有影响到工作 其实怎么次数大家开心就好 所以一个月到底要轻腔几次 你自己开心就好了 对 各位但我想要问下面这个问题了 身为女性朋友的我 我真的很想要知道 什么呢 请问男生自卫时候的爽度 跟做亲密关系时候的爽度一样吗 哎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男生朋友 他可能明明有老婆有女朋友 但是你就会发现 他还是很喜欢躲在幽暗的小房间当中 然后那个电脑荧幕开着 他就很开心的在那边 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做让他自己开心的事情 那老婆跟女朋友 就会觉得很疑惑啦 那你是嫌我不够美 还是嫌我技巧不够好 为什么你宁愿一个人独自开心 不要两个人一起欢乐呢 到底为什么 所以其实男生他们在 DIY的时候 跟在跟伴侣一起的时候 那个开心的程度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高潮他的定义 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男生呢 他们是在自己做的时候 比较没有要表现的压力 所以他只要负责他自己就好 可以不用负责伴侣 所以这样子压力比较小的时候 有一些病人 他们有可能会比较 prefer自己做 而不是 独善其身 对对对 但是这样子 对我们女性伴侣 可能这样子 就需要好好的 两个伴侣去沟通 因为毕竟 心爱这件事情 是两个人一起去达成的 嗯 所以要两个人一起 真的打敞开心 然后去谈 到底你们要的是什么 嗯 这样子的话 两个人的关系 会更加的紧密 好的 所以呢 要来告诉大家喔 其实呢 男性自卫跟亲密关系的爽度 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而他会有哪一些的反应呢 他其实就是 嗯 他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反应 高潮时候有什么反应 你现在讲的 现在是否男生反女生 这是男生 男生的男生的 男生朋友赶快笔记下来 不用了 他们应该自己很清楚 这是女生笔记下来 好 有什么我好奇 他们男生就 装不了高潮 不像女生一样 因为他们的反应 就是非常的明显 那最直接当然就是射精 对那就是 女生可以讲高潮 女生不行 不行喔 不行喔 因为我们要眼见为平喔 是不是 没错 到底有没有很清楚 但是女生可以讲说 有有有 我有了 谢谢你我很开心 谢谢我们可以结束了 谢谢下次再联络 拜拜 所以男生他们最最准确就是高潮 他们就是海绵体的收缩 然后把精液给移出来 那在射出来的时候呢 男生他们的大脑就会接收到 非常非常开心的 很多的开心黑尔蒙 所以这个就是高潮的快乐 为什么还会全身抖动啊 他他真的会造成全身的 其实女生也会 女生的话的高潮 他是阴到的有频率的 然后间断性的这样子的收缩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 好的所以呢 如果你的老公老是喜欢呢 躲在房间里面自己来自己开心的话呢 或许你可以跟他聊一聊 是不是他压力太大了 但是呢如果偶尔让他自己放纵一下 按照他自己的节奏 也不是一件坏事啦 没错 其实有的时候女生也可以追求自己 在性爱之间的满足跟快乐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请教一下医师了 大家都在网路上面呢 热烈讨论一夜多次啦 各位男生想要求表现 你要先看女生会不会觉得太累啊 对不对 那到底性爱关系 你要亲密关系多久一次才比较正常呢 好好说哦 你会影响到别人的家庭幸福 好好说 每一个伴侣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形态 跟大家跟他们伴侣之间的关系 真的都是不大一样的 你开心就好 那在不一样的研究里面 是有说就是一个 在不一样族群跟年纪的话 真的就是不不大一样嘛 大概什么样的年纪几次算正常 差不多在二十岁三十岁之间的话呢 他们是有四到五次算是正常 所以一个礼拜一两次 一个礼拜一两次 那随着年纪的族群慢慢的 年纪慢慢增加 次数也会自然的慢慢的变少 是男生的欲望需求变比较少对不对 对 而且可能家庭的压力也比较多 造成他们想要有亲密行为的欲望 就会减低了 OK 好 那你要请教一下医生 如果照您这样子讲的话呢 男生的想要性爱的次数 会随着年龄而递减 但是我们在讲的是一周或一个月哦 我好奇的是一个晚上 男生到底可以有几次勃起 不是啊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讲一夜几次啦 重点是这个吗 对 我好好奇 男生到底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顶多也给你个八一小时好了 你到底要几次呢 其实一个男生他的性爱周期的话 他们就是从一开始有反应 然后一直到勃起 一直到进入 然后一直到高潮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段时间 叫做恢复期 那恢复期的话 每一个人都不大一样 因为他每个年纪也都不同 每个人的有没有在运动 体能也不大一样 那的确 年轻小伙子 他们真的 他们恢复期真的是比较短的 最短大约是多久 平均 他们有可能10到20分钟 有可能就可以再进行第二回合 10到20分钟 在很年轻的人里面 也许是这样子的 哇塞 这样休息时间也太短了吧 就体能好吧 但年纪大的人 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了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要追求什么 一夜七次狼 一夜八次狼这件事情 是有可能的 因为年轻人 20到30分钟 就可以恢复了嘛 对不对 这样子去某泰尔休息的话 可以勿尽其余 这样子还蛮省限的 女生也很累 女生会很累 女生会很累 医生另外呢 要很好奇的来问呢 网络上呢 还有传言说 男生的精益 其实呢 一辈子大约有9000发左右 而且量是一定的 所以不能用到完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 次数是会随着年龄递减嘛 那量呢 量会有影响吗 量也会有影响 因为它也有精子的量 也会有影响 随着年纪越来越高 那它的精子量会越来越低 嗯 好 所以这个精子的颜色跟量 可不可以跟我们 稍微的来做一下宣明呢 好 其实 施伟手上的这个颜色呢 是很标准的 如果你常常去便利商店 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饮料 所以我刚刚把她 把她的外包装撕掉 但我觉得医生害我以后 看到这饮料 我都会有很 很不同反响的想法 对 可能也影响到 我会买这个饮料的意愿 不过没有关系 那精液就这个颜色吗 正常的话 差不多就是这个颜色 那如果它太稀的话 有可能是发射的次数太频繁 那如果它是太黄的话呢 有可能就是它太久没有清腔了 所以才会有比较浓稠的一个颜色 哦 所以颜色的差别是在这边 是 但有人说精液是红色的耶 有一些人是红色的 有一些人有可能会有血精的情形 那有可能是摄物线有一点小结实 嗯 所以在出来的时候 刮破内皮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血精的情况 或者是有泌尿道感染 也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这个跟血尿很像 有血尿也有血精 是 对不对 所以男生如果你射出来的精液当中 是红色的 都要特别的小心 是 那就是要来找泌尿科医师的时候了 好 另外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 事实上呢 女生会觉得比如说像身形啦 胸部啦 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二性征 那男生也是了 听说有一位八十几岁的伯伯 还是都会要求医生要开给他 壮阳药 对 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其实大家不觉得吗 男生这个伯伯其实也真的很可爱 他已经八十三岁 可是他已经没有伴侣了 他只是还是想要来拿威尔钢西利是类似这种药物 那就增进他硬度的 他还是很想要看到 他可以有升旗的效果 因为这个对他们男生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不是为了进行性行为 不是 他是希望每天早上晨间勃起的时候 单纯想要看到他还可以 所以这样低头一看 我可以 他就满足了 好了 这样就好了 所以阿伯是纯观赏用的 他是纯观赏跟自己开心的 所以每天早上呢 有这个 哎 讲到我耳环都掉了 太兴奋 所以呢 其实有这个 所谓的一个 男性的勃起 其实还是会对男性的自信心 当然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当然 跟乳房跟女生一样 是 好 古人说 一滴金十滴血指的就是呢 精益哦 真的是非常的宝贵 但是我相信呢 经过刚刚医师的讲解 大家一定有新的想法了 最后请医师来帮我们做一下总结 好 我们今天呢 就已经讨论了 第一个我们 第一个topic 我们讲到潮吹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已经有跟大家说明说 其实潮吹这个 他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尿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叫尿湿劲 医学名词叫尿湿劲 你承认影片叫潮吹 这件事情 女生 你现在知道要怎么样做咯 对 来找泌尿科医生 对 但是这件事情不要强求啦 对 各位请不要强求 那这个真的并不是女生觉得舒服的一个表现 然后再来我们也有提到说 男生他的精益是不是定量的 他一生是不是就只有这样子的一个量 其实这也不是真的 男生的精益呢 他是一辈子他都会慢慢的一直在产生的 那所以随着年纪有越来越低 但是他一定都是有定量 不是说他这一罐都射完了就没了 对 所以他还是可以一直在制造的 男生的精益是可以一辈子制造 而且男生精益里面有蛮多成分是水的对不对 对 他有非常多的成分是水 大概百分之九十几吗 百分之九十都是水分 好 还有定期的轻腔 然后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摄护线可以有 健康的清晨代谢 所以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阿伯都要定期轻腔吗 都可以的 好才能够让你的新晨代谢好 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了 这些内容呢希望你都喜欢 如果你还有问题想要来请教医师的话 不要害羞 欢迎呢使用我们下方的留言板 你都可以在聊天室或者是留言板当中留言 我们会邀请到男性学医学会的密尿科医师 来回答大家 千奇百怪的问题什么都可以问 什么都不奇怪 最怕就是你不问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留言了 而喜欢我们内容的话呢 也请帮我在留言板 按加1加1 或者是请刷一排爱心咯 最重要的是 请记得一定要帮我们订阅按赞 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十尾爱健康的节目 我们也非常地感谢男性学医学会 谢谢医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欸会有 会有 会有 怎么样 会有阿伯看到女医师不自觉 是你反应吗 会有吗 嗯 年轻人比较会 不过其实他的命根子在我手上 他也 不会有什么反应 他会很紧张就對了 他紧张大于任何其他的情绪 所以紧张就不会勃起了 不太早 好